北京时间2月20日,冬奥花样滑冰表演滑,再度迎来金牌组合隋文静、韩聪的表演。 这一次压轴出场的两人,给现场观众带来了歌手绿安娜·刘伊斯的run。 在成功帮助中国拿下第九金后,隋文静、韩聪在表演滑赛场上,也终于卸下了所有压力。 一开场,两人就用轻快的步伐演绎,看起来两人非常放松。 节目中,他们尽情享受花样滑冰,尽情享受观众的欢呼, 用这样一场视觉盛宴,完成了自己在本届冬奥会的谢幕。 无疑是最完美的,值得一提的是,隋文静在最后退场的时候,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, 那就是撞倒了冰冰冰,这一幕也是十分搞笑,两人表演结束后,所有的运动员都出来了。 看得出来,大家一有未尽,久久不愿意退场。 说实话这届北京冬奥会,确实留给他们太多感动和回忆, 特别是隋文静、韩聪,他们在发法的决赛中,还成功拿下了一枚金牌。 对于两人而言,这枚金牌就是努力后最好的回报。 从2007年搭档以来,这对双人滑组合就一直遭遇各种伤病, 2018年平昌冬奥会,虽然两人拿到了一枚银牌, 但是赛后隋文静却被确诊右脚疲劳性骨折,一路上。 韩聪一直默默相伴,2020年4月,韩聪接受了宽关节手术, 这一次到隋文静对他不离不弃,可以说, 两人小到扭伤大到骨折都经历了,在我看来,他们真的非常励志, 不过那些以为他们是夫妻的小伙伴,请你停下这个想法, 因为隋文静已经回应了两人的关系,就是好哥们好闺蜜。